来 近载运通 龙头指标 全球龙头指标 道琼昨天在创破断新高 美国的科技股呢 一样一直往上创下利新高 所以当你遇到 这种疫情的一个非进行利空 记起来 以后面对到这样的利空消息 它都短暂的 那是再度让你低接的一个时机 你看美国股市 这次的利空 下来低点都不会太多了 不管是科技股还是道琼都是一样 都不会太多 下来都是买点 你自己看一下 最严重的一个灾情地区 中国大陆 上证股市 竟然出现2468连八红 你们看到 抵不下去 抵不下去 所以呢 接下来的行情该怎么操作 最坏情况已经过了 接下来你该怎么操作 任何单拉会站在买方 11 1138那个低点 它已经回不去了 好不好 所以当时候 杀身隆隆 你有看我节目的 11 138 你是跟我买在最低点的同时 当天台股三天跌掉 980点 跌无了8.1% 1138 我为什么告诉你 这是一个超额利润买点 历史的经验可以借尽 上次2003年的一个SARS 你有没有看到 一样是跌三天 三天跌了9.3% 跌完三天之后 就从4040 扶摇直上来到7135 涨了3000多点 涨无76% 所以这次不例外 不例外 138超额利润买点 涨了400多点 上礼拜我告诉你 这礼拜会出现 第二次压回的超额利润买点 竟然是对行情的分析 不是出一支嘴 每天跟你画大饼 每天都告诉你 明天会涨 下礼拜会涨更多 大家都奔过整个 股票市场上 他的走势有一定的 依循的依据 所以该回就回 该拉回你也不用怕 因为如果回挡下 还会再走高 我上礼拜我就跟你预告了 这礼拜会出现 拉回的第二次超额利润买点 有没有下来 有没有下来 礼拜一盘中大跌189点 来到11423 把握低阶 事前的预告 就希望同庙 你做好准备动作 第二次的买点 你有没有跟 你有跟得很幸福 礼拜早盘 跌了189点 我都在买股票 尾盘拉高 现买现赚 礼拜二 昨天大涨89点 有没有赚更多 今天又大涨110点 继续赚 继续赚 两天涨200点 来到破断新高 所以在一个股票市场上 一个上涨过程当中 当然今天该减码的我会减码 低点会买 高点该减码的 你忘记上礼拜 涨了400多点的过程 我问我卖一些股票 环球机卖437 五天大赚51块钱 上礼拜三 上礼拜我的详续 卖在930 一个多礼拜 160块钱一轮我落袋 因为低档我有买 那高档上来卖 这是我的一个操盘节奏 代金有没有代出 你应该看很清楚 所以对于被动元件相关个股 今天当然一样往上走高 那重点低档你又没有买 国际给你赚钱机会 也不只有一次 1月8号当时 跌了十几% 我说GDR已经没有折价套立空间 当时你敢逢低成接吗 大跌我在低接 384买 大涨418我卖 这一趟34块钱落袋 开药盘之后 杀身隆隆 相同的未接 我381有先接回 接回之后还有更低点 我一样跟你分析 我在加码 我在加码 什么是诚信 什么是实在 不是股票 起的时候才无中生有 说他们大赚 你看一下 国际接回的位置在381 更低点这一天 369我还可以买 买完之后 拉高392 两笔单都赚钱 2月4号来到423 两天50块钱很快 很像整理三天 我说还会再涨 所以这礼拜如果有低点 要大胆买 这上礼拜我给你预告 是不是 还会再涨 不是轻载公共的 礼拜一有没有低点 礼拜一大盘 盘中跌了189点 国际跌不下去 够强了吧 所以我说大盘一稳就冲出去 大盘只要一稳 国际就会领头羊冲出去 既然会冲出去 礼拜一我利用盘中 大跌189点告诉新会员 称为党415在低阶 没办法 新进会员 你不要认为买得有点高 买得有点高 是因为你错失了 369跟381的买点吗 因为那时候 可能我们还没有机缘 成为合作的一个伙伴 但是没关系 如果知道一档股票 还会再涨礼拜 415在低阶国际啊 不仅是国际啊 其他被动员件的各国 全国的会员 我是不是一样告诉你 一样可以低阶 新进会员 礼拜是你们最后上市的机会 被动员件 所以415在低阶啊 因为知道会冲出去嘛 还没冲出去前 再买啊 买完之后隔天 礼拜昨天有没有冲出去 冲到442啊 所以你买在415的到442 这样也有27块钱 也是不错啊 今天赚更多 今天来到449破断高啊 是不是 所以整个国际的一个 两个买点 讲得很清楚啊 369 对 利空冲击下最好的买点嘛 那礼拜415啊 再度的一个上车啊 今天已经来到449了嘛 369到449 一个多礼拜80块钱 80块钱啊 第一档有买的 网上减码 网上找卖点 就是如此的干净利落 其他被动员件相关就有 当然也是这样啊 隔点有买 关掉 波段的利润停一点 该卖出的同时 千好是不畏手软啊 懂吗 另外这档原项 第三趟的操作 今天又来到波段新高 192.5啊 你真的有躺得翻过啊 从去年度 我开始操作的原项啊 从去年度的11月份啊 有没有 当时候啊 这样操作第一趟 130.5卖 卖完之后打下来 来到127直跌了 会转折向上 第二次的一个买点 有没有往上走高 来到153.5 嘎空啊 业绩稳定成长的一档机油股 不要随便放空啊 第二趟的卖点 第三趟的买点 卖完之后横向整理嘛 大盘中作 原项还在创新高啊 业绩还在成长 我会再跟你提示啊 看好Switch 在大陆的开卖的业绩量啊 所以153 再度的进场啊 你也看到153的一个 买进买回位置 比19高一点啊 那又怎么样 一档股票会涨 我就会告诉你做买进 更何况它是整理了 一段时间之后 我看到它准备往上突破了嘛 所以呢第三次 一样 153再度的进场 进场完之后 172.5 开放盘打下来 多方结构的股票 卿老师一样告诉你 可以站在买方 所以2月3号 最低151啊 154当然可以再低接啊 同样的位接 机会来了 卿老师提供给你赚钱的机会 你只要把握住机会 这波段的行情 对 几块钱 153到193将近40块钱啊 你应该赚得很轻松很愉快 因为给你的机会不是只有一次啊 2月3号再来一次啊 2月5号再来一次啊 153.5还是看好原相啊 我当然一样告诉你可以买啊 不是吗 讲完之后隔天啊 礼拜四2月6号 盘中几乎快要涨停啊 创下波段新高173.5啊 礼拜五180.5啊 礼拜五不是告诉过你吗 两价没有失控 而且法人买我的原相啊 先续报啊 暂时不用调节啊 你能看到 强吧 礼拜182再创新高 礼拜二 昨天大涨8%啊 来到189啊 你有没有赚翻的感觉 三趟如果你都有跟的 趟那变过啊 金老师的选股有因为这次的疫情利空 让他崩跌吗 不跌耶 还创高耶 空单被嘎爆了耶 所以顺势操作 你可以赚到很多的利润 但是如果你硬要逆势做空 我爱莫忍住 所以整一个原相 昨天189 躺得翻过了 今天192.5啊 来到波段新高 强势波动的这一档原相 如果有回档可以买 好不好 每次的回档啊 都不会太深 这是标准的多方的一个架构 大涨小回啊 回的时候 就是你上次的机会 太棒了 这一档5G的干领股票 功率放大器的红杰克啦 1月31号领先大盘走稳嘛 87.2可以买 2月3号礼拜 跌不下去的啊 88在地阶红杰克 当天台股跌了357点嘛 买完之后赚了7.8% 隔天又多了2%多 两天就10%啊 快不快 所以你看到 有非经济利空 产生的同时 你的眼睛 要瞪得比别人家要大一点 你要锁定清晓生的节目 因为我跟你讲的事情 未来都会发生 都会印证 所以呢 当时候的红杰克88买完之后 往上顶高啊 短压不是压 是我给你见解 因为已经 被多方所展控的一个盘面 跟全球股市 以及一档机会性的个股 它短压不会是压力啊 2月4号讲完之后 隔天 是不是继续的大涨5.3% 又涨了2.8% 昨天 红杰克涨4.7% 我说还没涨完 还没涨完啊 今天红杰克 有没有继续走高 103.5% 没有错吧 昨天的分析 不是千差公公的啦 今天红杰克 不是又来到波端高 103.5%吗 所以行情 很难吗 很难吗 再去看一下 美国股市 为什么那么强 再去看一下 对岸的上阵股市 为什么 他们几乎每一层都沦陷的同时 被疫情打到 体无繁复的同时 为什么上阵股市连巴红 背后隐藏着什么讯息 隐藏着 利空不跌了 利空顿化了 这个盘没有问题了 这个盘没有问题了 不要再自己吓自己了 不要再听那些空头分析的言论 他们的股票被嘎死了 你知道吗 你是他会员 这些放空老师 他们股票是被嘎死的 还需要我去多加评论了吗 面对多方所掌控的盘面 已经越来明显的一个态势 你的策略就很简单啊 多方结构多方式 任何伪党来到支撑机的买点 都要进场 这一档最新一月营收 年车让你超过六成的机油股 二月六号礼拜四啊 三天转折已经向上了嘛 利基啊 4968利基 礼拜五黑K棒 把握上车的机会 利基 礼拜一大盘 跌了189点嘛 利基跌不下去 昨天的利基 红K棒当然会涨啊 当然会涨啊 看一下 上个礼拜四 利基 什么时候开始跟你分析的 三天转折向上买点 当天最低是来到152.5啊 好公司率先公布 一月的营收嘛 二月六号就公布了啊 正常都二月十号嘛 152.5利基 出现转折的买点 二月七号黑K棒 把握上车机会 151.5还是可以买 黑K棒啊 礼拜大盘压回 189点啊 利基 151.5再给你一次机会 跌不下去了 跌不下去了嘛 昨天的利基涨 涨到158.5 今天利基呢 也有没有来到波段新高 168.5了 低档区 你跟我布局的风险相当低啊 今天呢 利基盘中的一个大涨 这个往上走高 所创造出给汇人的利润 你不觉得很精彩 很过瘾吗 所以这个行情 陈老师已经展现 我对磐式的看法 以及操盘的节奏性 两次的买点 我都帮你抓到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如果还有任何超额利润买点 我希望你耗得根 轻松配就只要588 我相信你一定负担得起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只要五万八千八 只要五万八千八 让您轻松付款 筹票数不完 下转线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新法 彩色青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成都主顾蔡老师 武汉肺炎利空 想掌握超级利润买点 只要五万八千八 只要五万八千八 让您轻松付款 筹票数不完 下转线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都给你帅就好了 其实啊 现在生活里 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 那会不会 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 当然啊 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 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 是哦 像是造假的网址及APP 还有网路病毒啊 密码外泄啊 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使用行动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欢迎问到节目现场 郁金光 上礼拜五我卖在528 小赚出场啊 那重点在这里拜该怎么操作嘛 528的卖点卖完之后收盘是518 那有没有卖差10块钱啊 我说这礼拜我准备接毁 我只要跟你说我会接毁的股票 我一定会做执行的动作 这些老师的一个节目内容 跟其他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啊 事情的剖析 就是希望你做好准备动作嘛 如果这个准备动作 你还不晓得什么样的一个买点 是最漂亮的 跟上讯息 跟上讯息啦 又快又稳 包你把平安又可以得到 一定稳定的一个财富啊 你自己看一下嘛 我说这礼拜准备接回郁金光啊 我怎么做接位 礼拜打下来按计划接回在505 漂不漂亮 整个郁金光的架构 这一段赚最多 高低点超过200块钱嘛 这边我们做了一些价差 你所看到的是 在股票的一个操作 一个架构当中 能赚到波段 千老师一定赚给你 那有价差呢 千老师一样赚给会员 高价股啊 能赚这样赚啊 波段价差 只要有利润可取 我就不会手软 所以整个郁金光 礼拜一啊 按照我的规划嘛 505做接回的动作啊 对 礼拜台国 盘中跌了189点嘛 按计划在505接回啊 跌的时候我买啊 千老师的反市场操作 你不觉得 有非常借重的一个所在吗 1138 对 跌掉980点啊 重挫告诉你买 第一次的买点 礼拜打下来 对 盘中跌了189点 然后11423 第二次的买点 都是大盘重挫的时候 告诉你要出手 个股的操作也是一样的 你所看到的郁金光 你掰是不是回档 他不是涨耶 回档的时候告诉你 505做接回的动作啊 当天收盘522 可以现赚17块钱 今天郁金光呢 来到552 才三天的时间啊 505到552啊 47块钱 买个一张就好了 47啊 相当于上班族 一个月的薪水 对 所以你就把你那些 不会动的鸡蛋水胶股 或者是基本面 有疑虑的弱势股票 换到千老师的强势股 相信换队一档 你就豁然开朗 换队两档 你就会反败为胜 成功的经验 你不停的来跟随 来复制 我相信这个行情 已经没有什么 太困难的地方了 已经回不去低点了 你认为上证 还会回到这个低点 让你买吗 你认为台股 还会回到这个低点 让你买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回不去的行情 你的方向 就只有做多 那做多的策略 很简单啊 盘式 如果有震荡 盘中有低点 选择一些强势 基欧股 站在买方 这是你 最好的选择方式 347块钱 很快 这都是 超额利润买点 如果不是因为我疫情利空 哪有那么便宜的低点让你上车 就像这档平概股的抗控也是一样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的利空 它不会打到121.5 可能不会打那么深 那重点当然是秦老师177有先卖 高点有先卖嘛 那刷到121.5啊 不要刷低啊 已经差了55块钱了 这个时候我才告诉你 哎 抗控赶快卖 抗控赶快去放空吗 你是新进会员 你手中持有抗控的 我最近给你分析 是卖吗 是空吗 121.5不杀低当然可以买 弹上去来到140 上礼拜我跟你预告 这礼拜如果有下来可以低接 第二次曹尔利润买点 话给你看啊 礼拜有没有下来 礼拜下来低接 133再买加码单 当天可以赚7%以上 这么礼拜一的动作啊 是不是跌的时候告诉你买 是不是上礼拜五提供给你一个建议 有下来可以再买哦 我先讲给你听哦 他有没有下来 有下来我就买啊 买完之后涨啊 从礼拜二来到140.5 我说融资大减的抗控还会再涨 今天有没有涨 今天的抗控呢 来到146啊 这样上去也有二十几块钱了 所以关键性的卖点 我带你高点卖掉 关键性的低点 我要带你做接违动作 相信这样一个操作模式 是你应该跟随的吧 一档股票最重要的一个操作 就上涨过程那一段 你都可以安然的赚到嘛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是 很多人办不到的 回档修正啊 都爆下来啊 风险不小的躲开啊 这是很多散户的一个毛病 秦老师帮你避开 帮你避开啊 不是只有一档啊 双红也是一样啊 之前四趟的操作完美 1227号卖在223 卖完之后 跌了75块钱 拿到148啊 我们告诉你不要砍啊 不要乱杀啊 不要因为武汉的肺炎 利空冲击之下 你什么股票都给他瞒目的砍低 这种事情我做不错 因为跟我的想法 跟我的操作不一样啊 因为利空下来是早买一点啊 是超额利润买一点啊 所以148 当然不要砍 当然可以买 隔天涨6块钱 2月6号 我说双红 我162还在买 因为还会再涨嘛 买完之后有没有亮灯 所以整个双红的一个架构呢 今天来到167啊 在这个打底的一个架构当中 它当然还有 推升的空间跟力道啊 所以整个双红 是什么股票 5G的散热模组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盖了一档 5G的股票 它一样是散热模组的啊 哪一档 超重啊 亲爱的朋友 虽然亲爱的老师 昨天有把操纵盖起来 但是至少 我有跟你分析它的基本面 跟它的筹码面嘛 而且完整的K线 我多让你看 绝对不是无中生有 懂吗 所以整个操纵的一个架构 昨天筹码稳 支撑越定越高啊 昨天的一个操纵 收在230 最低222啊 你昨天有跟我买的 今天涨到237 涨了6块半 你至少可以赚7块钱啊 你说是不是 所以你不觉得你现在来跟着我操作 随便买都随便赚吗 那是因为庆老师的一个选股功力啊 那是因为庆老师的一个操盘的一个实力啊 值得你来借重啊 所以呢 今天有一档股票 跟昨天的操纵 蛮雷同的一个形态 资深是越定越高 它的一个筹码呢 一样非常的稳啊 而且它大陆的子公司 已经率先复工了 率先复工意思 代表它的业绩马上会回温啊 你所担心的事情都已经不再发生了 接下来呢 任何超额的利润买点 你务必要跟上 轻松配588 我相信你一定满意 你一定负担得起 你有需要的 比较大拨这个 打电话进来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成都图蔡老师 武汉肺炎利空 想掌握超级利润买点 只要58800 只要58800 让您轻松付款 抽票数不完 下车线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成都图蔡老师 擅长基本力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 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代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作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正能追求 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再见